为什么总有人说法拉利在超跑界的地位 比兰博基尼高半个身位呢 从历史角度看 法拉利从诞生至今就带着赛车的基因 无论是F1赛车 还是勒芒24小时那里赛 冠军拿到手来 而兰博基尼 从拖拉机到超跑的逆袭之路 创始人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确实造就了今天的男性 再来看看品牌背后的归属 法拉利虽然隶属于非亚特集团 但他仍坚持独立运营 而相比之下 兰博基尼作为大众集团的一员 虽然同样享有高度自主 但其部分车型与奥迪等品牌共享平台 不过话说回来 兰博基尼凭借着独特的设计和强劲的动力 成为了法拉利不如笑去的对手 那么这两个品牌的定位 哪个更能打动你的心呢